亚洲杯迎来最终的对决,并且迎来了三大焦点 第一个,国主为什么在亚洲杯一球未尽,并且提前回家过年 第二个焦点,日本队被伊朗决杀出局 东亚仅仅剩下韩国队一支战队 第三大焦点,目前有三大小组第一的球队提前出局 只有第一名的卡塔尔跟伊朗晋级到了四枪 谈到目前亚洲杯的赛程,大家要知道 首先呢,2月6号晚上的11点,要迎来半决赛的第一场 也就是让韩国队对战着越当战队 韩国队作为东亚仅剩的一支球队,确实呢 面对着越当战队,晋级到决赛的概率跟机会相对会大一点 最起码信心要足一点 到了2月7号晚上的11点半,将会由卡塔尔面对伊朗 卡塔尔跟伊朗战队呢,这两支球队的整体水平都是比较高的 毕竟,伊朗跟卡塔尔分别都是小组赛当中的第一名出现的 无论是卡塔尔又或者是伊朗,目前来看呢,都有很大的信心 第二大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到的 为什么国主在本届比赛当中一球未尽,并且提前回家过年呢 这背后跟国主主教练的大一队离不开 哪怕说国主更换了新的主教练,据了解呢,接下来还要做出调整 但是国主始终打不出来 其实国主除了主教练的问题,本土队员的基本功也需要提升 包括了很多队员的基本功,停球,床球,控球,还有团队的配合都没有打出来 除了队伍当中的吴希,吴磊,还有包括了张玉宁等优秀的队员 其实很多国主的运动员呢,都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整体的实力,才能够赢下来的 必须得抓住基本功,以及调整好球员的心态才行 尤其是包括了国主的队员,在赛场当中必须要打得足够的拼搏 要有拼搏精神,分秒必争,每一球都要拼尽全力 这样,哪怕输掉了,大家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们再来讨论到,本届的比赛据了解呢 东亚仅仅剩下了韩国的一支球队 说白了,剩下都是西亚的球队 包括了约旦,伊朗跟卡塔尔,都是来自西亚的球队 而东亚的战队呢,日本队出局了 国主呢,也早早被淘汰出局 确实呢,非常的尴尬 与此同时,本届的比赛当中据了解 在小组赛当中排名第一的 包括了澳大利亚,伊拉克,还有沙特 这三支小组赛第一的球队,也早早被淘汰出局 也从中我们看得出来 本次的比赛竞争非常的激烈 不讲的话,为什么小组第一的球队都被淘汰了 最终小组第一仅剩两支球队 分别是卡塔尔跟伊朗 那么上半区韩国队面对于伊朗战队呢 目前来看,确实信心要更高一些 而能够决杀日本队 挺进四强的伊朗战队 接下来面对的卡塔尔 双方的实力都差不多 整体来说,伊朗战队打出来的水平 反而让人更加的感觉到意外 不管哪支球队都有竞争冠军的希望 大家觉得水更加有机会赢下亚洲比的冠权 同时对于国足接下来的比赛应当做出优化调整 大家有什么想说? 欢迎留言讨论你的看法 感谢大家